YOU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哈囉各位觀眾 剛剛看到這個 沒錯 看得出來是什麼 應該看不太出來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的是 巫師級關卡 牛頭馬面來襲 牛頭馬面 好啦那這一關其實非常非常的特別 他不會有新豬 然後不太建議帶人類型的角色 所以呢 原本想說沒有新豬沒關係 我帶個母子姑娘 一進去 我還是被打趴的 別帶人類的打 真的 帶人類的話 他會被封擊 然後對人類的傷害又特別的高 所以呢 這一次有一個角色就跑出來了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的這個 卡瑪 我們之前巫師級的角色 那他是 雖然他是均衡型 但是他是 他的C技能跟主動技都有HP回復 然後另外呢 呃 Meta也是MVP啦 因為他這一關有毒嘛 然後Meta主動技又會HP回復 然後再來呢 就是帶 長靴 佩羅 長靴佩羅 然後還有兔女 這兩隻呢 我們到時候要把他 分開來 然後讓他的減傷技做減傷 好啦 那麼話不落說 這一關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好打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關卡挑戰 讓大家看看吧 Let's go 這個 我一開始也是卡的蠻條 我想說這關卡怎麼那麼難啊 結果 我這個角色帶的不對 會 好那這邊的話呢 一開始啊 這邊真的是就是靠運氣了 如果你的版面不是很漂亮的話 那 你只能 呃 祈禱老天爺 這個 給你一些好 好甜齁 好不好這個 這個最好呢 是在兩回合要把 巴哈姆特給解決掉 不過我這個版面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是有點困難啦 我看一下喔 這個放到這邊去的話 好應該可以 看一下綠色跟黃色要削哪一個 好 那我們就這樣吧 嗯 OK 這樣子呢 應該有機會 可以直接把巴哈姆特給解決掉 有機會而已 還不太確定 如果可以直接帶走 當然是最好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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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爽啦 這個呢 第一關呢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你可以兩回合就直接把巴哈姆特給解決掉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是要來做 呃卡瑪的C珠 這一關我覺得其實蠻考驗你的觀念跟技巧 就是 你到C珠可以回復的角色的時候呢 你當然 想當然 呃要多做一些 想辦法多做一些C珠出來 然後呢 欸不是吧 我現在版面上一個可以做的都沒有 然後呢再來就是你要在 呃前一回合 也就是說 像我就是卡瑪的前一回合 呃長靴佩羅的時候呢 就讓他版面上可以有三個 三個做C珠出來的 色珠串連 這個 但是呢因為剛剛為了要把這個 巴哈姆特給解決掉 所以沒辦法去顧慮到那麼多 來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洗技能了 接下來這邊我們就是洗技能 洗到 呃 呃美塔剩一回合的時候呢 我們把他打進關 這邊的話我們把藍色加藥 讓黃色連在一起 這邊呢讓美塔 帶著主動技進關 是最好的 呃 但是也要我們撐得到那個時候 應該是可以啦 這邊美塔到時候 一進關的時候呢 我們直接開主動技 然後可以解毒 這邊我們就要來稍微看一下 要小心不要把這個 左邊那隻分離二給打死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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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不要 OK還行 來那我們再撐個三回合 哈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這邊呢我們要來 把色珠留給 留給卡瑪座 C珠 所以呢 我看一下喔 好 好這樣吧 藍色 哎呀 這邊呢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運氣 好不好 就好了 OK 來 啊這邊的話呢 做一顆放下面 然後看藍色 掉藍色下來 呃 藍色是掉下來了 沒錯 但是他沒連在一起 啊這邊的話呢 我怎麼那麼衰啊 哇 我操 我們一顆C珠都做不出來耶 耶 哇這個運氣也太差了吧 好啦那我們又看能不能打進關啦 如果可以打進關就直接進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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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好OK 來 那這邊呢我們就是 每塔 主動機開掉 然後 呃 長血羅佩待會也把它開掉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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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邊 呃 先消掉 再做 先消再放 OK 來來 那我們這邊 就把主動機給開掉 然後呢 下一回合呢 所有爆發開一開 然後看聽天有蜜 呵呵 好不好 聽天有蜜就是 就是說這個時候啦 來 呃 來吧 這個我們血量有一點危險 不過沒關係我們待會可以再讓卡瑪的主動機做回復 來 OK 去死吧你 我看能不能有 有沒有機會 一回合直接把他們兩個給帶走 如果可以直接一回合全部帶走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哇哇哇哇 炸炸 可以可以 可以這個 哇靠 這你敢信 這個版面狂炸欸 這樣應該可以啦 看一下喔 好 我們再把這個 C豬做一顆大的C豬下來 OK 欸 他直接滴 滾到旁邊去了 沒有連在一起欸 這個估計是直接帶走了啦 還有兩百多抗的應該是可以直接帶走 但是 你看這個 大顆的 美塔的C豬如果沒有 沒有變到旁邊的話 待會可以直接做一個再 再接著一個爆發 來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美塔的主動器 還差一回合 沒關係那我們直接開掉 我們待會直接開爆發 哇靠好爽喔 直接一波 這個就是怎樣 就是 天助我也 一直掉爆彈射珠下來 就是這樣 好 那這邊呢 第二條血的時候非常的重要 待會再來跟大家講 就是什麼回事 來 OK 炸的 欸 怎麼又沒炸到旁邊呢 欸 是吧 可以吧 炸一下旁邊的 炸不到 OK沒關係 那我們就先不要炸 沒關係 炸不到我們就先不要炸 好待會呢 讓我們的 呃 兔妹 來做一波爆發 來 OK 這邊呢 我們就先放 黃色 然後看一下藍色的 藍色如果可以點 再多一點嗎 OK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做 禮珠 然後 OK 因為他可以把藍轉紅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來做回血 然後 這邊別 隨便的把它 點掉哈 我們要讓這個 兔妹做爆發 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來做一個 算是要來做一個 洗禁人的動作啦 這邊呢 應該是打不死他 應該是打不死 如果直接打死了 就有一點麻煩了 說實在 不過應該是打不死啦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好不好 欸 我看一下 啊 OK 來 那我們這邊爆發 再給他開掉 直接把它給打一波 這個大概剩下 五分之一的血吧 欸 好像沒有 剩四分之一 剩四分之一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待會再來 開 哇 這邊 這邊要稍微注意喔 這邊我們要把綠色的 趕快清理掉 這邊如果 好 那這樣 綠色把它連在一起 這樣我們有留一顆欸 有一點可惜 欸 漂亮 全部消掉 因為接下來呢 它會消除綠色 然後來打傷害 漂亮 我們直接一個 技術壓制 讓你打一千四 怎麼樣 怎麼樣 趴了吧 怎麼樣 趴了吧 小看我 你們知道 這邊 我們來炸 直接炸看 能不能把它打進關好了 好像不行欸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 直接來做 一個小爆發 然後待會呢 再讓 卡瑪 做C珠 來 卡瑪 欸欸欸不要鬧喔 卡瑪 欸不要鬧 那這邊我們可能要來 這樣子了 因為C珠完全做不出來 有一點 衰 我要C 欸這邊有了 YES漂亮 這邊可以有一個C珠 然後再來 OK 再來 這樣子 然後 再一顆 再一顆 沒有了 沒關係那我們把這邊炸掉 來 右邊的 看一下這樣子有沒有把它 帶走 嗎 哎呀差一點沒關係 帶步驟也沒關係 這邊呢我們就來開一個 兔妹的 欸不不不不 我們就把一顆炸彈C珠給點掉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開始來做 版面 OK 做版面 來 啊漂亮 漂亮直接帶走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關卡 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了 各位 接下來這邊呢 這一條血 你沒打20%的血量 它就會 幫你做回血 然後你要在這個地方呢 來做回血的動作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把 主 呃我看一下喔 我覺得 這個20%的話 這樣子應該是夠 那我們這邊呢 就來把它分開 把主動技給分開掉 不要讓它一次 全部打死 呃不要 不要一次全部開掉 比較好 然後我們待會是 接著下來呢 我們再把 呃 版面給做漂亮 來 OK 這樣子應該有20%了吧 有有有有 20%有 20%有 打了40%去啦 來一回合回復效果 然後再來呢 我們把這個 再開一個 好 分著開 通常呢 爆發是要一次給它開掉 但是這一關比較特別 我們要把它分著開 來 啊 我看一下啊 呃 好這樣 來 紅色 OK 這邊要把它炸掉了 這樣子應該可以 打到20%沒 沒問題 應該可以吧 20% 20% OK 接下來比較麻煩的是我們 卡馬要打20% 可能比較麻煩 來 我看一下喔 卡馬要打20% 要怎麼打 呃 卡馬要怎麼打20% 這要怎麼打20% 我這個版面怎麼是 唉唷 唉唷 我看一下我想一下喔 我們要這邊開 好 那我們這邊把兔妹的主動機也開掉啦 有點麻煩啊 唉唷 唉唷 別炸太多啊 唉唷 唉唷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來 呃 我有一點麻煩啊 好啦 不行不行不行 好 這樣子應該可以有20%吧 我們有一個兔妹的主動 唉唷 別死別死別死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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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好險好險 再做回血 做得好 再來一次 這邊 這邊 這邊打下去他就死了耶 還是我們再撐一回合 好我們這邊再撐一回合 讓他回血 唉唷 不對 好像要直接打掉比較好耶 喔 我想一下喔 阿 我知道我們要讓沒塔 我們要讓沒塔 呃 沒塔 帶的技能進光會比較好 好你看如果沒有打得10就有這些 這個 對數妳跟四位 PETER 放水很斯理的喔 來這邊呢 阿 好那我們這個留著吧 算了 有點慘 沒關係 帶走了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算是把血量再往前給拉一點點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 接下來呢 我們又要再來稍微洗一下技能喔 俺要發揮啦 俺要發揮啦 這邊呢 我們把主動技給開掉 來 回血 沒問題 沒塔 開下去 漂亮 來 來 啊 這個 黃色也 漂亮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呃 我們直接這樣炸好了 漂亮 炸一個大的 漂亮的 結果給我連在邊邊去啦 好 那這邊我們就來讓 我看一下喔 卡瑪的 OK 這樣子可以 我們這邊就多留幾串射珠 待會讓卡瑪做C珠 然後呢 別太快把他打死喔 拜託 OK 這樣子我們血量應該還行穩的 18683 然後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C珠 C珠 這邊一樣如果 欸 漂亮 這個猛的 直接做了3顆C珠出來回血 然後他這邊要來打我們了 不要 拜託打癢一點 6000多還行 啊 還行 那這邊我們要來洗技能啦 啊 各位 別擔心 洗技能 因為 在最後一條血量的時候呢 他是這個 會 有6回合之後即死傷害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來 啊 別打死 別打死 別 別 別 OK OK 沒問題 OK 那這邊呢 我們就要來稍微控一下啦 黃色 這樣子應該可以連在一起 OK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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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完美不完美 安可不會輸給弱小的人類 我看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這邊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呢 我想一下喔 我們要不要直接打進關呢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喔 欸 爆發 我們如果下一回合直接爆發的話 應該可以打死他 所以 我覺得 好像要再撐一下欸 因為我們沒塔的主動技還沒好 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是 待會讓 卡瑪來做 C豬 然後再來 讓卡瑪 把他打進關好了 哇 七千多欸 有一點麻煩了現在 我感覺我們不能再 不能再撐 不能再那個了 我們要直接把他打進關了 OK 這樣子他應該就死了吧 死吧 漂亮 血 哇靠不是吧 哥哥您在跟我開玩笑啊 您怎麼沒死啊 沒關係這樣子應該死了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來趕快把 版面做漂亮 版面做漂亮 我們待會直接 這個不能開玩笑了 這個絕對要 一波爆發把他帶走 不然我們就要死了 來 來囉 各位來了 哈哈太有趣了 我們現在就是看 這一把能不能直接把他給帶走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要死了 來喔這個 沒塔的這個 C豬的位置還不錯 再中間一點 哎呀 這樣子有一點麻煩喔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下面這一串應該有連在一起 OK來了各位 拜託天降漂亮一點 欸我不要 在上面也行啦 拜託天降漂亮一點 再上 哇漂亮 再來 再來 漂亮啦 漂亮 看一下喔 欸 好 OK 可以帶走嗎 可以帶走嗎 我們現在把血量給拉起來 現在血量有4000多 我們會不會打死啊 但是呢各位 我們會不會一波把他帶走呢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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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我們只剩4000滴血了 雖然我們有Double減傷 我們現在有減傷40% 再減傷50% 我們只要撐過他的這一集 我們就贏了各位 究竟我們能不能頂住呢 啊完了 哇 齁齁齁 呦齁 各位 我們要開B嗎 啊開B嗎比較保險 啊 這個 版面炸不死啊 耶 過了 太驚險了 哇 我真的是嚇到死都要刷出來啦 各位 哇 真的是嚇死我耶這個 497 欸我覺得鳥頭馬面沒那麼好打耶 這真的是打得我心驚膽跳的 可是如果 像因為我的卡馬其實是四星的 如果大家的卡馬把他升上去五星的話 他的整個素質會更好一些 好 而且現在這個無階關 會有無階關獎勵啊 哇 我們直接 再來兩顆嗎 直接開了兩顆 YES 好啦 各位 我覺得這一關的重點呢 就是因為他沒有新珠嘛 然後所以 你的減傷技能的開放 開技能的時間 然後還有你這個 卡馬的C珠做的時間 還有這個爆發的時間 都要稍微的去拿捏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歐謝的第二條血的時候 記得20% 20% 20% 20%來打 然後你才會把這個血量給拉起來 才不會一進王關就直接被秒掉了 好不好 這一關真的沒有那麼簡單喔 那麼各位 我們就下次巫師級再見啦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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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